万七万八悄悄板 天秤的两端都有无形的手在对抗 大选倒数不到30个小时 选后行情究竟往哪走 你心里有数吗 根据财经任平方统计 每次选举走势报酬差异大 但是近5次的选后30天 大盘上涨的几率为6成 并且平均上涨幅度为3.3% 不过老牛提醒大家 这种数据当成饭后话题就好 不管指数往上或往下 最终都离不开长多短空格局 重点是伙伴的持股周期 一定要报警拉长才看得准哦 插播插播 老牛出版的最新报警名单 赢过大盘20% 冲上博客来新书榜第一名哦 感谢所有相信老牛 支持老牛的你们 这是我们共同的成就 你们就是在股市最懂得 报警警的韬金竹 当然如果还没有入手的朋友 也想订购 记得透过下方连结选购哦 不好意思 因为场地的关系 分享会已额满 未来还有机会哦 回到影片 这集老牛想要跟你分享 从公司的角度来思考 当手上拥有庞大现金时 该如何看见商机 提升影响力及未来获利 而站在投资者的角度 能从中捞到好处吗 记得要看到最后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加小铃铛按下去 让报警处理 带你安心投资 所以千万别错过哦 去年9月 文业入主 加拿大电子元件通路商 Future 100%股权 当时消息一出 股价直冲营销 光是单月涨幅 就有60%以上 至今仍稳稳站在百元 主要与这次的并购案 公司相当看好 具有互补性 并且有助于提升通路的规模 市场同步给予肯定 不过老牛 只要有并购案 我就可以闭眼买下去吗 那可不一定 在学习如何判断 并购案的本质之前 先来了解 什么是并购 公司为何要并购 这两个问题 什么是并购 并购可以是两家或多家公司进行合并 或其中一家公司收购另外一家公司的过程 以上述文业的例子为例 就是以收购的方式 将原件通路商Future并入旗下 以取得经营权或提升市占率 那合并的案例就如同2018年 日月光与细品精密设立日月光头控 成为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封测场 虽然过程几经波折 但最终仍正式完成合并 日月光去年第四季营收 1,605亿元 计增4.2% 写下2023年新高 2023年全年营收 5,819亿元 年减13.38 为历史次高 也是非常厉害 那公司为什么要并购呢? 主要原因有四大类 1,提升规模经济 减少功能重复的部门 或者是调整营运的方式 来降低公司的固定成本支出 以提高利润 3,垂直整合提升效率 更紧密的供应链垂直整合 可以使产品在生产与销售上 更具有竞争力 增加营业额或市占率 说穿了也就是增加市场的占有率和定价权 最后提升多样化 透过多样化的方式 来平滑公司的业绩 长期使得公司的营运变得更加平顺 这样你看懂了吗? 以下我们以并购王 国具为例 满手现金 看见商机 国具为台湾第一大 全球第三大的被动原件厂 同时具备电容 电阻及电感等 三大被动原件的生产能力 可提供客户以占购组需求 并且以前海战术 不断布局高阶车用电子 工业规格 5G电信 航太 医疗等领域 去年最著名的案例就在10月时砸下240亿元 先后并购德国、法国两大厂感测器部门 是近三年以来规模第二大的海外并购案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市占规模地位 并购的消息也带动了去年第四季的展示 而近五年的获利 撇除2018年因减资等因素影响外 EPS维持步步高的格局 其实国具的用意很简单 与其透过研发 不如透过并购的方式 是扩大市场规模的快速捷径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满手现金不断订购的案例 加世达集团 加世达早期两大核心产品为 液晶显示器、投影机 为全球第二大LCD显示器设计制造服务的代工厂 近年来成功横跨涵盖医疗、人工智慧、物联网、网通等领域 老妞在这边快速讲股 早在2005年 加世达为了并购西门子的行动通讯部门 一年内就产赔270亿元 主要与资源不足 加上对欧洲市场的不熟悉有关 2010年则转向布局医疗事业 并购两岸地区的医疗设备与耗材企业 税后净利才有显著的成长 这个经验也奠定了加世达 未来以大舰队整合外部资源的模式 在2013年至2022年 就陆续并购将近80家企业 以壮大自己的规模 而近期收购的丁丁药局 基其采取通路先行 也是从电子科技转战医疗领域的成功案例 从近15年的获利走势图来看 确实能发现加世达的并购策略 也为集团带来了获利新动能 股价同样水涨船高 提供给伙伴们参考 先等一下教一下初学者 每股盈余很简单查询 现在只要打开股海老牛APP 选择损益表功能 看到每股盈余EPS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进阶深入查看 加世达的报警股评分 再透过法人预估值 回测历年绩效报酬率等 让分析的角度尽量达成临死角 记得现在订阅APP可想88则优惠 以及赠送电脑版功能哦 最后一档值得分享的案例 半导体零件通路龙头大连大 以大者恒大的角度扩大通路版图 大连大为亚洲第一大半导体通路商 经销的IC种类广泛 代理产品供应商超过250家 主要透过控股方式 集合多家小型通路商 以降低采购成本 并且快速扩大行销通路 大连大的做法 同样是透过长期并购IC通路的策略 借由水平互相合作带来忠效 毕竟通路商上有供应商调价压力 下有客户需求浮动的压力 最好的方式就是扩大通路规模 从上游溢价提升利润空间 回到影片开头谈到的文业 也是大连大触角之一 在2019年大连大齐席收购文业三层股权 双方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才在最终大连大的五大保证之下完成收购案 所以这次在文业收购加拿大商Future的利多之下 同样也有带动大连大的五价走势 所以回到影片前面所说的 所有的并购真的都有见缝获利的机会吗? 看完上述成功案例 也别忘了企业并购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点 并购资金是否充足 并购需要现金 通常企业会采取现金增资的方式 向市场募集资金 比如这次文业收购Future的总金额高达38亿美元 虽然今年上半年陆续完成收购 但是期间仍规划现金增资1.35亿股 提升资金运用的来源 第二点 并购是否发挥忠效 并购成功的案例可以学习 同时失败的案例也具有参考价值 比如台新金近20年前 以365亿元并购张银22.5%的股权 成为单一最大股东 但期间政治因素介入 这出并购案仍经历多次诉讼 最终导致台新金退输张银经营权 另一个例子则是热身奖收购案 当时董事长许金龙透过一层层吃货 拉抬出货 演出坑查散户的三部曲 最终靠假收购案卖股套利 以上两种例子碍于影片时长 详细情况可以上网查询看看哦 关于并购的知识与案例 老牛尽可能浓缩在今天的影片里 以下整理几个影片的重点给大家 一、企业并购目的主要原因有四类 提升规模经济 垂直整合提升效率 增加营业额或市占率 提升多样化 二、不是所有的并购案都能够情投意额 并购失败的原因主要有几种 缺乏整体考量、衡量角度不够周全 与长期目标不符 影响双方利害关系 外在环境改变 最好的时间点say goodbye 所以抢搭并购列车要先做好功课 三、顺带一提 除了一般公司合并之外 金融业相互合并也有成功并购案例 例如开发金并中售 富邦金并日圣金 老牛曾经就吃到香喷喷的一段涨幅 目前观察国票金并安泰银 台新金并星光金 近三年有机会会发生 看谁有机会成为成功案例咯 影片最后 关于上述几档并购案 令领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家呢 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哦 阅读也是一种投资 而且回报率超乎想象 老牛准备了2024年最棒的礼物 最新立作 古海老牛最新报警名单 准备用力报警 定存股 金融股 成长股 以及ETF 老牛祝福大家都能 精选好股便宜买 安心报警稳稳赚哦 今天老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记得到古海老牛APP中领取终身优惠 古海老牛APP让你了解公司的营运模式 深入分析财务绩效 看完影片请你记得按赞 订阅与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次上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里咯 如果错过新影片也没关系 只要到老牛的频道中 就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影片 下次想听哪一档股票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 古海老牛带你挑便宜股 报警公司大趋势